各位国人同胞 现场的媒体 线上的朋友 大家早安 首先我要向上礼拜三 在花莲地震当中遇难的民众 表达内心的哀悼 并且慰问他们的家人 也祝福受伤的人 能够早日康护 我也要感谢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同仁 还有景亦霄救难队志工团 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 不眠不休投入救灾的工作 令人非常钦佩 我也希望后续的救灾工作 能够顺利重建能够成功 我也相信 只要我们团结 全力以赴 我们一定可以克服种种的难关 在今年的1月13号 要感谢全体国人 用手中神圣的选票 开启了台湾民主的新业 也向国际社会传达 台湾坚定地捍卫 民主自由人权生活的决心 我跟美琴非常荣幸 能够得到人民的托付 这一段时间 为了要无缝接轨 让国家能够继续前进 我们进行一连串的交接工作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 在全球化 全面性的竞争当中 台湾要能够 占有一席之地 光靠传承 恐有不足 我们必须要建立一支 具有积极行动 也有创新思维的团队 这样才能够 因应来自国内外的各项挑战 化挑战为机会 推动国家继续前进 因此 今天我很高兴 跟国人报告 卓龙泰先生 已经接受我的邀请 担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我和荣泰是好战友 过去我们是立法院的同事 在行政院我担任院长 他担任秘书长 更难得的是 我们两个 是民主进步党前后任的党主席 我们一起为共同的 价值跟理想奋战 彼此资源 互相信赖 在这一个政治情势当中 祖龙泰担任行政院院长 可以发挥几项功能 第一 他长于沟通 善于协调 他能够在 复杂的问题当中 超越个人或政党的分歧 迅速地找出方向 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 凝聚共识 提出对策 解决问题 第二个 卓龙泰可以完全掌握 来自中央跟地方 议会跟行政的各项议题 他担任过两届的市议员 两届的立法委员 他习以倾听民意 他也知道议会的议事运作 他也曾经担任过 总统府护秘书长 两度出任行政院秘书长 选手国阵 第三 他完全清楚 国家未来的方向 他是这一场总统大选当中 担任竞选总督导 他也参与国家希望工程的研讨 总统他也担任行政院院长 可以迅速地率领团队 落实国家希望工程 推动国家继续前进 但是我们也很清楚 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 未来必然有一连串的问题 尚在克服 因此在这里我也期勉荣泰 所筹图的内阁 首先要能够秉持 行动和创新的精神 能够形成 行动创新AI内阁 Active and Innovative Cabinet AI 行动内阁 能够听取民意 解决民谋 回应人民的期待 第二点 针对国家社会有益 而且朝野有共识的议题 应该要优先解决 对社会国家没有益处 又分歧的议题 应该要先割制 至于重大议题 尚未取得共识的 应该要建立平台 扩大参与 广争民意 追求社会最大的共识 第三 也期免新的内阁 能够积极有效地 落实国家希望工程 特别是跟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经济发展 弱势照顾 还有 治安 食安 道安 公安 校安 居住安全 以及网络安全 等等安全的工作 当然 04 03的 后续的重建工作 也希望能够如期 如值 完工 将受到地震影响的民众 生活的影响 能够降到最低 我也要利用 让这个难得的机会 感谢蔡英文总统 陈建仁院长率领的团队 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让新的团队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继续前进 过去我和荣泰 都是行政团队的一员 今天 我们将在不同的岗位上 扛起国家 新一个时代的责任 持续壮大台湾 敬请 国人鼎立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未来的赖总统 要请您先回座 接下来立刻我们也邀请 热腾腾的卓院长 为大家来进行书名 如何承担重任 未来规划 还有刚刚所宣示 这个AI行动创新内阁 又会是什么样的内阁呢 赖总统当选人 网络收看直播的国人同胞 在场的媒体先进 同样的我也要先向4月3号 花莲震灾不幸罹难的民众 及其家属 表达内心最诚挚的慰问 也要向蔡英文总统 陈建仁院长 亲临坐镇指挥 率领各相关部会的首长 以及全国各县市警销 特殊队员 医护人员 民间团体的志工 跟社会各界的热心捐献 表达最高的敬意跟感谢 因为有你们 人民会觉得更安心 世界看到台湾的团结跟韧性 这就是为什么 政府的脚步不能停 面对新的变局 以及未来灾后重建的工作 执政团队 新的执政团队 也必须要稳健地接棒 今天我很荣幸 我接受赖总统当选人的邀请 我当全力以赴 担负己 筹组 未来新内阁团队的工作 刚刚 总统当选人 对我有许多的议美之词 实在不敢当 但从当中 我清楚地看到了 他对我有一个要求 三个期许 跟交付了三项的任务 第一个要求是 我们要发挥积极行动 跟创新思维 打造一支行动创新的团队 在三个期许当中 第一个 他要我们重沟通 多协调 以公共利益的角度 找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 他要我们能够掌握 从地方到中央 从立法到行政 以及民间社会的各项议题 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第三 他要我们能够了解 国政施政蓝图 建设国家 把握这样的机会 他希望 他也知道我们会 马上地就定位 带领团队继续前进 在他交付的三个任务 当中 第一个 他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 发挥积极行动 跟创意思维的 行动创新 AI内阁 所以我们的行动 会站在 面对问题的第一线 站在 提出解放的第一线 也站在 处理争议的第一线 我们的创意 会来自更多民间 专专业人士的加入 提供更多新的 智慧科技知识 我要将它导入到 政府的机关 跟公共领域当中 我们会用 科技创新 服务创新 以及数位创新 提高政府的能量 提高政府的效能 把台湾打造成 一个真正的 智慧科技岛 这第二个任务 他指标后我们 未来 面对 民众所迫切需要 但是还没有形成 社会共识的重大议题 要建立沟通平台 广纳民意 扩大民众的参与 这一点 非常的 让我们觉得 这就是未来 找到解决 困难 问题的最佳解方 第三个任务 我们会以 国家希望工程 为蓝图 建设国家 打造健康台湾 达成健康台湾的 施政总体目标 所以我们会持续地 推动 多元跟平权的价值 尤其对年轻人 最在意的居住正义 就学就业 育儿照顾等等 会扩大社会的投资 协助 规划跟执行 全面的照护 更具体地讲 我们会坚持 继续地打击 黑金枪赌炸 这五项 同时也会对 刚刚总统当选人的提出 治安 食安 道安 公安 校安 居安 以及网路 自通安全 这七项 列为重要的安全工作 落实 无打其安的政策 让台湾 让台湾真正能够成为一个 安定 公益的社会 520 新总统就任的时间 越来越近 所以我已经 启动 也开始 征询 未来内阁团队 阁员的工作 我会在 最近的时间内 就阶段 定期 来向 国人同胞 提出报告 我希望 这个行动 创新的AI内阁 一样秉持过去 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用人为才 不分党派 而且要 积极地培育 年轻的世代 非常希望 行动创新AI内阁 能得到 国人同胞的 认同 跟支持 我也会要求 所有的内阁团队成员 对自己的业务 自己的政策 要充满了信心 对于 国人的需求 对于 国会的监督 要诚恳 积极地沟通 要用 诚实面对问题 务实提出方法 踏实解决困难的态度 用心于 所有的 施政领域当中 面对各种 国内外重大的挑战 要无所恐惧 但是要非常的 谦虚 这个是我对他的要求 所以未来 信心 诚恳 用心 这个就是 希望 全体内阁团队成员 共同 自我的勉励 最近 有一部台剧 《华丽计程车行》 它讲述在 千禧年前后 剧中人面对的 921大地震 以及 SARS疫情的冲击 那种不屈不饶 克服困难的精神 其中有一句话 特别让我感受很深 车子 往前跑 就能解决 任何的困难 同样的 我认为 国家治理也是一样 只要我们胸怀着 热爱土地的心 坚定站在正确 对的路上 人民就会跟我们 站在一起 国家前进的列车 也会勇往向前 各位全体国人同胞 这个时候 是我们开始 工作的时候了 新的团队 新的行政团队 也需要 新的国会 支持跟合作 我相信任何的 成功的施政 跟有感的政绩 都是行政跟立法部门 攜手合作 共同完成的 所以最后 我要再一次的重申 诚意沟通 人民优先 这个理念跟做法 就是未来新团队 最中心的思想 只要我们能够 攜手合作 团结在一起 而且 行政 立法部门 能够紧密地结合 人民会看到 一个崭新的希望 我更坚信 只要我们 实时 以福国立民为第一 处处 以和平 繁荣 为纪念 中华民国台湾 会是一个 更公平 更安全 文明的国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